這個版型部分 你加進來之後的話 其實在其他的FoneView 裡面也是一樣 那這做的方式的話 你可以在這地方 你可以把它拉寬一點點 如果你現在要顯示是要多一些些的話 再來的話 你可以在這地方按一個編輯在那個 這個標籤上面會有一個編輯樣板的功能 那編輯樣板要怎麼做 其實注意 編輯樣板之後要結束 非常簡單 就在結束就好 所以進去 結束 應該有意思 進去就可以編輯 那怎麼做編輯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字怎麼樣更改 其實上面呢 前面這個就是他的 標籤 那標籤名稱 如果說你藍二名稱英文的 可是你將來要變中文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就把ID改為編號 或者甚至你不要編號 你可以把前面這個什麼delete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後面就是將來 裡面從資料庫撈出來的資料 會放在中瓜湖裡面 OK 那再來的話呢 你裡面的 先講一下那個字型 跟顏色 上色非常簡單 比如這地方 sub subject 主題要變成 藍色的字等半 非常簡單嘛 上面不是這個跟Word一樣嘛 你就換一個 藍色再按確定 這個就藍色 字面粗的可不可以 可以 然後你希望把Name的部分呢 塗個什麼顏色呢 塗個底色好了 比如說給他一個 黃色這個好了 OK 然後Email的話 看看你要不要把他改個協體 諸如此類 反正你就自己把他 稍微時間的部分的話呢 要不要再把他 縮小一點點 縮小一點點 那他其實這個 再縮小一點點 OK 那content的部分的話呢 看你要不要再給他換個字型 比如說你要不要把他換一個什麼 正黑體之類的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就把它save 這個地方呢 你的字型就設定好了 這個第一個是在講字型的顏色 跟字型的大小 還有